随着全球数字化、智能化的普及而兴起的工业4.0 连带改变了工作领域和形态 新的办公室更强调多空间等概念 希望促进工作氛围便于交流 工作环境舒适健康 下面就来看看未来办公室的新趋势 这是朱利亚所在的公司 办公室是多功能的 除了办公桌 还有适合不同用途的特殊空间 这种设计越来越受欢迎 最近调查发现 许多公司面临大规模转变 办公室空间也需要大量改造 那么究竟未来的办公室是什么样 专家认为空间多元化是趋势之一 自由的空间与社交可以缓解工作压力 减少员工精神疲劳和疾病 越来越多的公司重视在办公室 建立好的数字基础设备 为员工提供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 随着工作的多样化和专业化 人们也在寻找新的办公室空间设计 让工作环境更健康 工作效率更高